许教授雷霆一怒,那么卡纳瓦罗要不要换0比2输给升丹玛北京人和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认为球员没问题,球队没问题,现在的问题不过是时运不济,希望在间歇期以后调整过来,重新振作。 作为主教练,卡帅自然不希望自己的球队在间歇期会发生重大变化,毕竟这意味着要推倒重来,所以卡纳瓦罗虽然之前强调过,在间歇期会引员,但那不过是小范围的修补,但老板没有这样的耐心了,许家印终于忍不住了。 他在后的指示是,间歇期内,所有外援要全部调整,内援也要做大幅度调整,23岁以上的国内球员没有非卖品,这个指示告诉我们,第一,许家印对于球队的现状,已经忍无可忍,第二,这个指示该怎么去执行呢? 因为看起来,这更像是最高指示,而不是具体办法,不换思路就换人指示很果断,也很坚决,但问题来了,第一,如果全部外援都要调整,好的,那就让他们全滚蛋。 但是,按照中国足协的中超外援注册规则,间歇期恒大只能引进两名新外援,于是,按照许教授的指示,恒大下半赛季就用两个外援来踢剩余的比赛,那得是多么有实力的外援,才能在如此艰巨的时候,带领恒大走出泥潭啊。 这么有实力的外援,价格,应该不低吧?那么外援调节费,应该是要交的了,恒大是否此时愿意交出一笔巨额的外援调节费呢? 第二,内,援也要做大幅度调整,23岁以上的国内球员没有非卖品,这两句话合并在一起解读,那就是现在对国内的球员不满意,该卖就卖,该买就买。 许教授的意思是,就算你们之前七连贯,但你们这帮人,现在不要躺在功劳部上睡大觉,这可真让具体执行的人挠头了,买,的确可以,恒大还剩下两个内援名额可以引进,但这些期从来不是国内球员转会的高峰时节,能买谁呢? 再说,买谁能够保证比现在这般恒大的队员实力更强呢? 卖,卖谁呢?现在踢成这个样子,再卖几个主力队员,就算有队伍失得下,那恒大的,亚冠资格还要不要了。 对于这样的指示,卡纳瓦罗说,我还没有收到指令,董事长的决定很重要,尊重他的调整结果,赛季之初我考虑到非常困难,但到现在,真的没考虑到如此困难。 简单说,即使恒大按照许佳音教授的指示完全招办,那可以调整的空间就是引进两个外援,两名内援,内援有字罢了,但外援,确实是卡纳瓦罗之前就说要引进,无非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。 所以,徐主席的雷霆之怒,其实就是一句话,不换思路就换人,卡纳瓦罗换不换那么,现在第三个问题来了,球员要换,主帅卡纳瓦罗要不要换呢? 可以肯定的是,目前恒大亚冠,足鞋飞双线被淘汰,连赛目前只能维持在前五,这样惨淡的战绩,作为主教练,卡纳瓦罗难辞其旧,按照恒大之前和卡纳瓦罗签订的合同,卡纳瓦罗将会执交五年,对于二进攻的卡纳瓦罗,显然恒大把未来几年的希望,都放在了卡纳瓦罗的身上。 对于这次签约,卡纳瓦罗说,在我的合同里,没有说本赛季一定要拿冠军,的确,恒大没有在合同在本赛季,给予卡纳瓦罗具体的目标,然而不要忘了,在卡纳瓦罗上任之时,老板许家印说的,恒大的目标就是在中超实现八连冠,这看起来很矛盾,但也不难理解,合同里没有要夺冠的硬指标, 但作为恒大这样的球队,不可能容忍在一个赛季里一无所获,所以,五年长约不是什么护身符,毕竟卡纳瓦罗第一次下课的时候,是那么的毫无征兆,从卡纳瓦罗重新指教的这段时间看,他在队内获得了充分的认可,队员们都非常支持他, 他的情商、智商都没有问题,但是球队成绩太差,是他的硬伤,换不换教练,主动选在恒大手中,不过,此时并不是要换帅的适当时机,毕竟此前恒大手中没有适合的人选, 当初用斯科拉里换掉卡纳瓦罗的时候,恒大和斯科拉里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而现在,因为此前没有想到卡纳瓦罗在赛季刚刚进行到三分之一,就会陷入如此危机, 所以手中并没有备胎,另外,从许家印的指示看,并没有涉及到主教练,可以说,卡纳瓦罗目前仍然是安全的,但这种安全,十分有限,卡纳瓦罗只能寄希望于间歇期,通过引人等措施让球队重新回到真冠的轨道上,不然的话,他在恒大的二进攻,也只能以安然收场再次告终。